只是想问一下 我们都长期避孕 都挺有效果了 怎么就怀上孕了呢 什么措施 套套 任何避孕方式 都不是绝对的安全 避孕套的安全率 得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那你可能就是那百分之二 要么是没带好 要么是漏了 这都有可能 我说了 让他们第一时间 把检查结果告诉我 我在第一时间 把检查的结果告诉你 行不行 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 剧情毫无悬念 真怀上了 怎么可能怀上了 你说我们地域 从来都没有失败过 怎么可能就怀上了呢 你问我 我问谁呀 你干嘛去 问医生去 你能怀上吗 怀孕了 莫次月经什么时候 我也不记得了 我也不记得了 什么时候啊 四十天以前 还做个避孕吗 不想做了 但是我只是想问一下 我们都长期避孕 都挺有效果了 怎么就怀上孕了呢 什么措施 涛涛 任何避孕方式 都不是绝对的安全 避孕套的安全率 已达到百分之九十八 那你可能就是那百分之二 要么是没带好 要么是漏了 这都有可能 淘宝常年买彩票 淘宝常年买彩票 最高中武士 才击败全国百分之二的人 这失败概率百分之二的事 怎么就让我干上了呀 这问题出哪儿了呀 我怎么知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是在怀疑我出轨是不是 不是 你是不是怀疑这孩子 不是你的是不是 没有 我原本就没有打算 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现在决定了 我要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我要带他去验DNA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说 到时候我怎么收拾你 你其实也不用演DNA那么复杂 你生出来看长得像不像 一看就知道了 你再说一遍 你先消消气干吗呀 我突然想起一事 咋当初刚谈恋爱那会儿 你说秦丽 其实你的性格是我最喜欢的 你长相不是我最喜欢的 你说你喜欢长的那种 大蒜一瓶 落腮红 还是带点凶忙 你才凶忙啊 没有 你说什么呢你 什么 我不是 你是不是开玩笑的你 不是 你别过别过别过 我不是 我不是 你怎么这样对我呢 手疼 手疼 你怎么能这样对我 手疼 对我是不是开玩笑你 你气死我了 在这个时候 走走走 你就添乱 回来了 李小倩呢 她在送公司去了 不是让你们给我打电话吗 到现在都不给我消息 什么情况 中奖了呀 不是 怀上了呀 怀上了 怀上了应该高兴啊 我怎么看你没精打采的 我高兴什么呀妈 我心里别扭啊 别扭 有什么好别扭的 你们俩这么想要孩子 辛辛苦苦的 吃了那么多苦 遭了那么多的罪 现在呢终于怀上了 你应该高兴地 蹦起来才对 你怎么还别扭呢 蹦啥玩儿我蹦啊 你可以百分之百地放心 这个孩子肯定是你们俩的 你不用怀疑 妈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呀 妈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呀 我是你妈呀 我生了你 我把你养那么大 你一撅屁股 我就知道 你会拉个什么粪担子 妈 你怎么就确信这孩子是我的呀 废话这不是你的是谁呀 林小倩是你老婆 难不成她和别人的孩子 不是 怎么就不可能 她有可能友谊情人我一直不知道呢 秦丽 人家没怀孕的时候 你怎么从来不怀疑人家呢 人家刚刚怀孕了 你就开始怀疑人家呢 什么意思 因为 我们俩就一直 一直什么 什么 行了 我今儿跟您交底吧 我 我们俩对不起你嘛 我们其实一直都 都在避孕 所以林小倩就不可能怀孕 然后我 我她不想要孩子 不是 我们俩都不想要孩子 我们要怕你生气 所以一直没跟您说 妈 你怎么一点反应没有啊 反应 你想要我的什么反应啊 不是 你应该 你算说实话了啊 来 来了 来了 不是 我们有反应 我就应该揍你 你知道吗 我再划你们俩 我合着火气来骗我 蒙我 搞什么避孕 我带你们看了多少病 吃了多少药啊 花了我多少钱 医药费还头 什么医药费啊 妈 你怎么听事 你听话不听重点呀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两个一直在避孕 她就不可能怀孕 医生不是说了吗 不管什么样的避孕 都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的可靠 理论上是这么说 但妈我可青春经历过 我以前有一同事 她媳妇怀孕了她俩只避孕 到 到院去医症跟她说 不是百分之百 她一听 行 养着吧孩子 长大了 有次那小孩做手术 一咽血 根本不是她的孩子 到时候这 这哭都没地儿哭去 我可不想像她一样人的 你放心 你不会像她 那是人家的事 你家的事不会的 林小倩不会是这样的人 是 我也希望她不会 但妈 我问你 你觉得你儿媳妇长得怎么样 漂亮 是不是也挺聪明的 那如果她真有一情 真想瞒着我让我不知道 我是不是真有可能 不知道啊 你跟她说过你的怀疑了 那插房子就跟她说了呀 她怎么回答 急了 把我揍了 然后说本来她还不想有这孩子 她听我这么一说 她还真非得把这孩子生下来 倒是愿意DNA 让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让我傻眼 太好了 有骨气 她就是应该把她生下来 什么呀 我就 行了 如果这孩子倒是不是我的 你看看我怎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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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吧 你 我就觉得自己绿油油的了 你啊 妈 我觉得你今天是不太正常啊 这 这怎么了这是呀呀 我很正常 很正常 快快 Bull 快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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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我的美妃 不行 那边's not PER 你喜欢在 老婆大人 我很拗费 无论人说不该给你凝点 已经习惯了女子的方向 没有你我会找不着费 你和长妈都很伟大 都知道我不出爱就带着 但你先换 你把整件事换 而其实我没胆量学坏 那一定是就会获得意外 你听着我的智商 不想连撒谎 都撒得非常失败 我会 冻真格子了 什么玩意儿 小倩 你回来了 三儿呢 我不知道 你 想不想吃东西 我给你做点 我什么都不想吃 很喜欢 老婆大人 我很懊悔 无论如何不该给你顶嘴 已经习惯了泥水的方向 没有你我会找不着 你和咱妈都很伟大 都值得我付出爱的代价 有些话 不说一话 有些事 不说一话 其实我没胆量学坏 不接调话 小倩 我给你煲点汤吧 你想不想吃鸡翅 你想吃鸡翅 我就给你做炸鸡翅 你要是嫌炸鸡翅太油呢 我给你炖一碗 银耳莲子羹 我给你炖一碗 我真的什么都吃不下 我真的什么都吃不下 谢谢你啊 妈 我只是想一个人安静一会儿 来 来 来 这可怎么办呢